老师可以就是我们一般消费者去注意说如果他号称他这个满满 对就是很高浓度很高的维他命C 他的包装应该是怎么样的包装才对 有两种包装是可以相信的 一个就是我们上次有介绍过一种胶囊的包装 那这个胶囊呢它完全是真空的 打开来的时候里头的东西完全没有接触到空气 那你每次使用的时候就用完了 所以其他的东西也都是密封好的 所以这样的包装就不用担心 那另外一种包装呢 我们今天有带一个类似的东西 但是它不是维他命C 它是维他命A 那这种东西呢 它本身也是可以保存维他命C的活性 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 它虽然看起来是软管 但它有个特色在哪里呢 我示范给大家看 可以吃 不是可以吃 我示范给大家看 维他命A要是要做什么的 维他命A主要是说 小毛细孔跟蠢皱的 蠢皱 那比如说呢 我就把这个维他命A的东西 假装这是维他命C的东西好了 我就把这个包装挤出来 好辣哦 对哦 挤出来之后呢 对 我只是要故意给大家看 结果它的形状回不去 有没有发现 形状回不去代表什么呢 空气永远进不来 所以你每次挤出来一次呢 都是新鲜的 那就是这样的原因呢 那维他命C就不会被破坏了 就不会被氧化了 所以这样的包装是可以相信的